说新闻 看门道 深度解析新闻 挑战事件真相 请听 POP壮新闻 听众朋友早 欢迎收听POP壮新闻 我是黄青龙 节目一开始 为你扫描重要的国际跟大陆的新闻讯息 我们看到美国跟加拿大 在期限来到前的最后一刻达成协议 那么跟墨西哥一起 让新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EFTA 那么维持三方协议 那么将要在11月底来签署 那这样的一个协定能够谈出来 那么就让已经拥有将近25年历史的NEFTA 而且整个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区的规模 达到1.2兆美元的贸易规模 免于崩溃瓦解 那当然他的影响远不只是在北美地区 这个被视为是一个川普的胜利 那么是因为川普上任之后 就推翻了这个美国 当年欧巴马总统所推出的这个TPP 那么他一个一个重新 跟原来的美国的这个贸易 这个盟友 那么重新谈判 那么当时大家说你疯了 你一下子树敌这么多 你的你第一眼朋友不分的 那结果现在他一个一个 手到擒来 现在先是跟南韩完成了新的贸易协定的一个签署 现在跟这个加拿大墨西哥也完成了 那么跟日本的贸易协定呢 现在已经重新在谈判 那么同时跟欧盟的谈判也在进行 那所有的这些谈判一一的达成了之后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知道 剩下来就是跟中国大陆之间 那么也因为跟这些盟友的协定达成 接下来他对中国的贸易战更不会手软 这是我们立刻可以看到的 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在节目上就有评论过 这是一个贸易战的一个大的一个翻转 因为美欧日形成了一个和解 那么更加的要八方来包围中国 那么原因当然也是因为 这些国家之间就算贸易上有一些摩擦冲突 这可以讲说是属于内部矛盾 因为共同的价值 共同的体制 但是跟中国大陆之间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 谈到中国大陆 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创办人马云 在九月九月初的时候 那么宣布辞职 那现在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在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 那么这个马云他已经悄悄的放弃 他原来持有的这个该集团在中国营业许可的 法律实体所有权 那么就是象征性的交出这一家 他创立19年公司的一个控制权 那因为其实马云在阿里巴巴的这个持股的比例并不高 大概只有两三趴 现在大概只有就是个位数的 甚至五趴以下了 但是因为阿里巴巴实施一个非常特殊的 这个叫可变利益实体 这个简写叫VIE 就是指企业在境外或成立控股公司的时候 借着签订长期的协议 那么由境外这家公司长期的控股境内的公司 并持有百分之百的股权 那因为阿里巴巴是在美国上市 那也是个国际的一个控股集团 那所以他需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同样的道理 马云以他的占股比例 他本来不应该拥有这么高的 在阿里巴巴的一个控制权 可是因为这家公司就是他创办的 那么这家公司的最大的一个基础 就是中国市场 所以必须要迁就中国市场 不然你说像日本的软银 孙正义他才是阿里巴巴的最大的股东 但是基本上他管不了阿里巴巴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好那所有这些特殊的设计 因为为了马云 那现在马云退下来了之后 所以呢原来的一些这个特殊的设计 现在也要还原回来 那么大家问说那谁来接手 现在是由五个五大股东来接手 媒体的标题叫神秘的五大股东 那这里面呢会不会有官方的人物的角色 这就是值得下一步大家要去关注的一个地方 好讲到官方的神秘的官方的角色 我想大家还另外一个关注的议题 就是大陆最新规定 这个国企国企那么必须设共产党的组织 这是大陆颁布的一个新的法令 证监会9月30号发布的一个新修订的上市公司的自体准则 那么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要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 开展党务活动 即日起实施 这个是我们这一波在谈说 中国大陆的企业有没有出现国进民退 甚至说有人讲到说 民营企业已经结束了他的阶段性任务 要走入历史 那么中间有一个环节 就是讲到说党的组织进入企业 当然现在他优先进入这个国营企业 因为国营企业习近平讲了说要做强做大 这个国营企业 那在这么一波 大家说对民营企业失去信心 民营企业自己也发现处境艰难的情况底下 现在还要强化这个国企当中的党的组织 那其实国企当中有党的组织 这个应该说大家不会觉得太突兀 现在反而要去想的是 那将来的民企当中 那么会不会也跟着要求有党的组织 这是一个发展上的变化 非常值得关注 好 那另外就是大陆在9月1号起 开始提供台港澳的居民居住证 那么因为大陆的个人所得税 实施条例的修正案 也议定从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 对客增个人所得税是改采税务居民的概念 也就是说只要一年内住在大陆住满183天 就符合缴税的条件 而且包括境外所得 过去大陆对他的税务居民的境外所得 并没有列为追缴的对象 但现在因为大陆加入全球税务交换行列 就所谓的全球追税 那么所以呢 这些法令出来大家都很担心说台商台干 一旦办理的台港澳居住证 会不会被大陆官方纳入全球收入 征税的一个对象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在居住证开始申办的初期 那么就已经很多人提出质疑 包括会计师 会计师都讲说没有明确答案 甚至奉劝有这个一些境外财务 需要去考虑的人士 这个不要急着去申请居住证 好现在大陆财政部 在9月30号晚间 透过答记者问的方式 那么对这个问题做出说明 那么提到说 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对外籍人士在大陆纳税的问题 有特殊的优惠规定 那这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样的意思是说 这个会让之前 各方面所有理 特别是台湾方面所优利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那么可以稍微的减除 我想意思大概就是说 这些优惠特殊优惠规定 可以让他不必受大陆这一波新的 这个所谓的所得税法实施 跟这个全球追税的这个问题 那么受到他的一个适用 也就是他会成为一个除外 不过会计师也提醒 那么大陆现行提供境外人士的五年条款优惠 这个是原来港澳地区是盘盖在内的 那么接下来怎么延续 也就是说在新的所得税法实施 在新的大陆全球追税的一个背景之下 这个优惠 这个五年条款优惠要怎么实施 怎么延续的话 就要等到细则出来 那过去台商台干 大部分是用五年内 至少要连续从大陆出境三十天的方式 来避免他的所得被大陆税局课税 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坐月子条款 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单单用坐月子的方式 就用过去的方式 那么一样可以达到避税的作用 这个就不晓得 这个后续大家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 今天要邀请台湾智库的研究员 董立文教授 那么来针对近期以来两岸的非常多的这一些的 跟这个我们民众 这个基本权益相关的议题 那请他来做一些解读跟解析 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到POP状新闻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 立文兄早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这个立文兄 他专注在研究两岸关系 特别是有非常多的 我们讲的这个具体的 这个措施的一些影响 那我刚前面也讲到 就是说这个居住证的申办 从9月份开始 那中间应该是近期以来 这个大陆推出的一个单一措施 那么我们这边大概是反应最多的了 反应最多官方的民间的都有 那当然可能具体原因是 因为这个居住证的确对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湾人 他的直接的影响是存在的 申不申办等等 甚至现在国台办还决定不公布这个申办的人数了 那这个他讲法是说 避免造成他们在台湾上的困扰 或者怎么样子 那当然还有人反推说 也许是因为申办不是那么踊跃 就前面踊跃波炒过去的 现在不知道 但是当然现在又有更多的说法 说将来是不是要什么三证一包 什么把居住证 把这个这个台湾证跟其他的部分 全部打包又成一个 好 林林总总 这里面当然 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 大陆做一个单边的 要促进所谓的融合 是一个这个概念 所以跟你请教一下 那么从你研究两岸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怎么看这样子的大陆的 这个所谓的融合公式 我们顾且称为融合公式 其实刚才主持人你的介绍 你的开场白里面就已经点出了 就是说中共现在弄这种所谓的居住证 它其实还有很多暧昧不清的地方 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存在 那就从这个居住证来看 这个中共的所谓融合政策 这个居住证的确造成了 对我们来说 对台湾来说 它造成了两个风险 一个叫国家安全风险 一个叫人身安全的风险 这两个风险也都的确是存在的 我先谈所谓的国家安全的风险 就是显然的 这个居住证的这个办法 就是中共所公布的这个申领的办法 跟相关的规定 它的确是要模糊 两岸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户籍 国籍跟认同的那个界限 它的确是想要再做这件事情 举例来说 它所公布的这个申领的办法里面 的第九条 它就明确的说 这个是针对居住在港澳地区 为设有户籍的中国公民 以及台湾地区为设有户籍的中国公民 重点就在后面那个四个字 中国公民 它已经直接把你认定为中国公民 只不过你没设户籍而已 那这个是以前都不曾出现过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说台商过去 或是台湾去读书什么都好 你要有居住登记 可是从来没有把你视为是所谓的中国公民 那这个办法呢 除了我刚刚说的第九条之外 它的第三条就是那个编码 就是说这个居住证的编码 它就是按照中国的公民身份证的编码的格式来编 所以那个香港地区是这个811000 港澳82000 那台湾8300 所以说它这个样式 跟这个编码呢 其实也把你认为是它的公民 那更重要的 就是说里面 这个办法里面说 它有些规定 未尽这个完全的 可以就必须去依照那个所谓的居住证 试行条例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居住证 这个在台湾很少人看 很少人谈 什么叫居住证试行条例 原来是2016年1月1号 中共已经颁布了一个所谓的居住证 这个私行细节 私行细节 它是针对中国的公民 从这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 住半年以上 然后他就可以去 因为到这个户籍管制了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这个针对港澳台的这个 这个森林办法里面 有些未尽事 一次是 那个他这个办法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是根据他那个 公民证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私行细节来办理 那是他 他针对他的国民 对 试用到这个对港澳台了 对 所以这个模糊这个户籍国籍认同的本身 他就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把那个森林办法跟我们的联安关系人民条例摆在一起看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申办居住证不是大家讲的那么简单 跟你拿一个立卡什么枫叶卡 是不一样的意思 当然不是 所以他 我刚才说 只要把它摆在跟我们的联安关系人民条例摆在一起看 你马上就看出其中的差别了 还有相同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联安关系人民条例立法的要指 第一条就写了 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安全而立那个法 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三条也清楚的界定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边的人民是指的是台湾地区 居住在台湾地区的人民 然后居住在大陆地区的人民 设有户籍的人民 我们的法律没有把对方视为是公民 然后当然我们的法律后面就有谈到相关了 就是说你如果是这个领友这个大陆地区的户籍 或是护照 那就要注销我们这个中华民国国籍 然后联国籍里面所附带的那些公民权利 就一律都要取消 这个都是有规定清楚的 所以外界有人说 说所谓的如果 如果政府要管制这个居住证 要这个限缩公民权 这是违宪的 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 那如果说是违宪的 那请问国民党政府当年为什么要通过 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你的意思说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头都有这一些 对啊 他本来就是在限制 但是你也讲到说大陆现在这个做法 它有些模糊的地方 是的 对不对 所以问题在这个地方 所以现在我们的政府才会说停看听 就是说还有的确也对台商有很多反应 这也是事实 那我刚刚是 台商反应是什么呢 我刚刚只讲了国家安全那一部分 我现在来谈人身安全 第一消息 外界传出说要限缩公民权等等 当然会引起台商的恐慌 那就有很多声音 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波很多声音就是说 台商也好 台湾人在那边居住或就学 就是说拿这个居住证是有便利的 的确是有便利的 这当然可以想象 也有福利的 那所以说因为拿那个登记证 然后我们我们的政府就要惩罚人家 这也说不过去 那我认为这也是对 降降也是对的 可是问题是未来 其实很多台商或是 甚至是台湾的学生 有回来台湾私下反应 他也不敢公开讲 他私下反应说 他拿了中共的这个居住证以后 这个居住证以后会变成什么东西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心里面会不会担心害怕 会不会担忧 怎么会没担忧 你拿这个居住证以后会变成什么东西 也就是说你拿了居住证之后 来使用他买车票 或者所有的资讯 他都会累积成为你个人的一个档案资料上的东西 你讲到重点了 其实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台湾人只要进去中国大陆 你都是被监控的 所以本来就有监控 但是问题是 因为你拿了这个登记证之后 其实你是帮中共监控你自己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你会帮助中共 把你的这个资料集中统一 这个资料的收集集中 在云端 然后统一管理 因为中国大陆 这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是个人安全风险的问题 中共在2014年开始 就在建制所谓的社会信用体系 那个大数据库 那个大数据库呢 就是说 在今天你在中国大陆呢 你所有的活动 针对中国公民 你所有的活动 你所有的消费记录 其实都会跟你的身份证号码绑在一起 然后都会进入那个大数据库 然后还要配合到这个电子支付 电子支付等等 所以等于说在中国大陆呢 他现在中共就设置至少两亿支监视器 未来会到六亿支 就是说他还有全世界最先进的人脸辨识系统 以及他现在正在做的 正在收集最大的这个DNA系统 就是说中共对他们中国公民的管控 是非常严格的 而且他那个那个管控的那个手法 严厉到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我刚刚讲都是真实的事情 他现在还还在发展步态模拟系统 就说为什么有了脸孔还不够 还要步态 因为脸孔的辨识有效距离 是五十公尺 步态可以两百公尺 步态是走路的姿态 走路的姿态可以两百公尺辨识数 多一个辅助的一个辨识 对 好 那各位也知道 中共现在正在他们中国大陆社会推动 个人信用 社会信用评分表 对对对 好 那我们的台湾人进入了中国大陆 拿了他的居住证 然后跟他的公民证也非常的类似 那未来会不会把我们台湾人也纳入他的社会信 个人社会信用评分表 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 谁敢说不可能 所以说他的确是存在的这些风险 但是你这个OK 你讲的这些风险当然提醒有必要 但是对于在大陆长期要工作要经商的人来说 他怎么办 就这些台商台干 好 那就分两个部分 就是说第一个部分 当然这个登记证 他需不需要去申理 那他个人去考虑 是 那第二个部分 无论你申不申理 其实必须跟我们的政府 包括我们的陆委会或海基会相关单位 其实最好是有一些固定的联系 为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说你在中国大陆出了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陆委会或是海基会那边连你的资料都没有 所以说会比较难协助就对了 你在中国大陆出事可以立即的让我们的政府知道 或相关单位知道 自然他会想尽办法来帮助你 当然我们就知道中共是非常蛮横的 但你如果说没有我们自己政府或是海基会背后在帮你伸远的话 那你是一个人在面对中共这个政权 是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要来继续跟董立文教授 最近要来谈两岸 其实从居住证延伸出来 现在两岸之间的一个情况应该说已经进入到这种 也许讲有一个词吧 对不对 有点像巷战一样的 巷战讲的比较恐怖一点 我讲的不是巷战 应该是讲说 更多的是从人的角度 大陆现在他们讲说不再寄希望与台湾当局 要寄希望与台湾人民 而且他用单向的作为来进行 这一点的话应该也是包括台湾的政府 或者台湾的在研究两岸的人来讲 也是值得去观察的地方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欢迎回到POP撞新闻 前面一段 刚刚董立文教授帮我们分析 这个整个大陆在推动这个居住证 它的一些厉害的地方 厉害考量的地方 那我想跟你请教说 那大陆既然他有这样那样的一些 这个我们讲的说所谓的设想好了 那我们这边怎么办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反制措施或者是因应措施 分两个层面 因为我们是民主自由的社会 所以我们不可能像中共那个样子 那第一个层面是说对这样子的 就是中共的对台湾人的统战措施 我觉得我们不必太夸大 中共的这个统战功能 就是说他爱发就去发吧 怎么说呢 其实两岸交流30年 那台湾在中国大陆的常住人口 最低的估计是40万 最高的估计有到200万 那一般估计100万 不管 就是说两岸交流40年了 然后交台湾人去过中国大陆的人次 也已经早说超过2300万 那过去这么多年下来 就是抛弃中华民国的国籍 然后去申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的人数 大概是有五百七十多人 对我听说只有几百人 五百多人 还不到六百 然后这个五百多人里面呢 像这个黄安 像这个卢利安 这种等于是说 黄安好像还没有抛弃吧 对啊他还没抛弃 黄安还有中华民国国籍 是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甘愿我们台湾人甘愿帮 这个中共对台统战 当马前卒的 其实凤毛麟角了 更少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 其实我们应该要相信那一些 到中国大陆 无论去去去就学经商的那些人 他们的台湾认同 其实是非常强烈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那政府的作为 我会认为是这样子 就是说 应该是说 还是要开发那种志愿登记 但是你不能说 因为来登记你就要惩罚人家 这就莫名其妙了 所以不是 是登记完了以后呢 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说过的 登记呢 你要你要就是说 有这种登记是为了方便服务 就未来万一再出什么事情 在中国大陆 我们这边至少是有相关资料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这个登记下下来呢 未来呢 就是说能不能够看 看中共他下一步是要怎么办 应该我们的政府 应该把那个红线画在前面 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这个居住证 你拿这个经过 譬如说刚才你谈到了 这个居住证 未来会变成什么三证一包 就是说真的又往 他那个公民证 又跨进一步了 那个时候该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红线 是一个画在前面的 所以说是有这个三证一包的状况出现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会对应什么措施 要先公布就对了 你不能等人家公布了居住证 居住证等人家领了居住证之后 然后你才说去惩罚人家 那这不对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也不必就 就是说不要把全部的精力 纠缠在这个居住证上面 还是应该回来想 就是说在我们台湾的内部 有我们什么东西是操支在我 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简单的说 应该是我们台湾的相关的 两岸关系的法令 要更健全的 现在已经在 你看选举要来了 才会说是不是 在骗查 这个黑帮有介入政党的情况 然后前天美国公布了 就是说中美贸易战的问题 美国公布了 就是说对中国大陆 这个科技管制的新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是不是要把我们自己台湾的家园 先管理好 套句毛泽东说的话 叫做打扫干净房子以后 接客人 好请客 就是说我们不是要中断两岸交流的 所以说只是把台湾的这些管理 这些管制 把它做好之后 其实可以考虑 发放我们自己的 针对陆配 或是陆客 陆生 陆资 我们有一个更好的 这种让他进来的方式 我觉得是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 OK 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观察经验 我是觉得说我们政府能做的 大概也就是只有你刚讲的这样子了 那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从另外一个反向的思考 如果我们基础在大陆的台商朋友 那么在台湾你做了一些 我们讲的说比较低调的 一些这个登记也好 或者怎么样子的情况 我可以很直接的讲 如果真要有什么事情 我们政府能做的很有限 很有限 但是有一个好处是 这个有了这样的一个登记之后 基本上可以确保在大陆政策上对你 大陆反而会对你很好 因为大陆不会希望说出了什么事情 让台湾这边有理由来 来对他这个政策有批评了 是的 所以两岸关系是一个很微妙的情况 这个很微妙的 这个很微妙的 有时候你不要只看到台湾的政府 做不了什么事 所以你不去登记 相反的就是他那个姿态一出来 反而保护了你在大陆的一些 一些这个情况 这是过去一场讲的 民进党执政 老共会对台商好一点了 这是很微妙的 但是当然了 这个两岸关系也不能否认 现在的确复杂 除了这个居住证以外 那么前一两个礼拜 我们看到大陆是高调的宣传 所谓的台谍案 那这个台谍案跟这个2014年 那一次的差别是 这一次是由中央电视台 那么高调连续两天 用一个专题报导的方式 那么另外呢 事先还透过他的一个宣传系统 要让各个学校 特别是高中 请家长要去看 您怎么看这个事情的一个用意呢 好 中共自从2015年通过国家安全法以后 他们的法律有规定 就是说 好像就是9月的某一天 我忘了具体的日子 有个宣导日 是个国家安全宣导日 也就是在那一天 就是说 由央视 就是公布了这个新闻片段 然后各个学校就要去放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说 就他影片内容 所公布的都是旧案 2012的2014的都有 就是马政府那个时代 那个是旧案就对了 可是今天旧案重吵 所以第一个 他的他的主要原始目的 应该不是说 是因为要保密防碟 我认为就是说 如果是新的案子 他大家炒作 来提醒大家 所以 当然我刚才说过 他本身是一个宣传 保密防碟的 应该用我们的话 就是保密防碟 的宣传的这个作用是存在的 可是可能出发点看起来 又不是把这个当作出发点 是其实是不是在 现在只是在怀疑了 是不是要用这个东西做理由 然后去降低他们的路声来台 然后把责任推给 这个台台台台湾方面就对了 所以现在这个还要还要再观察了 那或是说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内部 不知道又出什么事情 然后他要运用这种高调的宣传 来宣传国家安全的事情 因为这个在专制极权国家里面 是常发生的 就是说内部的一些政治的斗争 或是说这个政治上的一个异常情况的出现 然后用这个宣传来转移焦点 这个也不能排除 因为中国大陆内部过去这一年来 的确出现过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对 如果是单纯是为了要让路声少来 好像不太成比例 用央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宣传 以大陆的行政手段 他只要透过教育体系 或者国台办 或者国台办用一点这样子的话 要给你一年少个10% 20% 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说就看不出来他到底干什么 所以你觉得还是没办法找到一个 很有说服力的 很有说服力的 也是非常 好 但是我们不知道动机是什么 但是他的后果 可以感受到就是说 似乎有那么一点 就是升高了两岸 特别是包括 从年轻的跟社会面的部分来说的话 升高两岸之间的敌意 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会不会 我觉得还好啦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里头等于是说 是台湾这一边在主动的 在要运用大陆的无知的年轻人 甚至他还讲的是用色诱啊 用色诱的方式 说他就犯了这个间谍的道德罪 他那个当然是很荒谬嘛 就大家都觉得好笑 因为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现在在台湾 绝对不可能发生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法令有规定就对了 台湾已经是民主社会了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好了 2015年 这个美国的FBI 他拍了一系列 他拍了一个影片 去提醒美国的年轻人 要到中国大陆去留学的 是 就是说有提醒他 就是说中国的间谍人员 会跟你接近的 然后他有拍出几个异常的情况 就是说出现这几个异常的情况 你就要特别小心 对方可能是谍报 是 是国安部的 讲白了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 等于说被FBI抓到的 那个年轻人 的出现 就是说在那边忏悔就对了 所以最会干这种事情的 其实是中共本身 他已经都让 那个上个月 那个川普 在他的这个度假商专 度假的这个饭店里面 宴请他们的CEO 还讲了一句话 中国的留学生 全部都是间谍 当然 当然川普是 是讲得太过火了 不过这个事实 是全世界都没办法否认的 所以 其实中共在 在讲这个事情 又有点是 坐贼的在喊抓贼 对我知道 现在里头有很多不合逻辑 只是说我们要去研究说 那他为什么 这个时候要这么高调 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要研究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 回来继续跟董立文教授 来谈这个两岸关系的 一些亲的状况 我是黄青龙 欢迎回到 POP壮新闻 今天跟这个 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 董立文教授 来对谈两岸关系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它 最后一段 还要转到中美之间 中美贸易大战 现在层次 层面越滚越大 过去我们比较谈到说 台湾在当中 能够发挥的角色 但最近有一个 有趣的新闻 就是前几天 我们的这个 大概是业者 在驻美代表处的安排下 到了Iowa去 那么加购了黄豆 黄豆大概把原来的 例行的采购量增加百分之三十 这个也上了国际媒体 输入美金 对 结果就引起大陆 环球时报的批评 那么因为我们知道 黄豆刚好是 这个这一波 美中贸易战当中 中国用来对付川普的 回应的手段 而且还在Iowa当地 登的大幅的广告 来宣传 好从这个事情来看 似乎 似乎也让我们看到 那么台湾在美中冲突之下 到底我们还有多少的自主空间 或者说 别有选择的 必须要往美国靠 那往美国靠之后 有可能引起什么样的一个 需要有心理准备的 可能要面对的 两岸关系的一个 另外一个面向 这个利文兄 你跟大家来做一个解读 其实我早就讲过 我们台湾目前没有选择 我们不得不往美国靠 我们不得不往美国靠 是北京造成的 因为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蔡英文总统 她其实她的 她的这个 两岸的外交的这种政策 是要两条腿走路的 就是说她很希望 两岸关系能够恢复沟通 这个这个恢复协商 她已经从过去 蔡总统一直表明到现在 是北京 把对台湾所有门都关上的 然后美国对台湾 把所有门都打开了 我们只有一条路好走 那你你拉开来 就是说先不要看两岸了 其实从全世界的 这个潮流来看的话 大概大多数的国家 也都不得不选择 尤其是跟美国 如果关系密切的国家 大家都做出选择了 就刚才这个主持人 你谈到了欧盟 日本 其实南韩等等 国家包括 刚通过的这个墨西哥 加拿大 其实连俄国心里都是痒痒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世界工厂 那个世界工厂要被拆掉了 那在那个世界工厂 被拆掉的过程中 我们任何国家 可不可以分一杯羹 比如说有些制造业呢 是回到我这里 大家都在想 因为大家都是为自己 国家利益服务的 所以说台湾可选择 从我的角度 根本别无选择 张忠谋就讲过 两只大象在打架 你躲不过 你就要加入 我们总不可能加入在 在中共那一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其实川普已经把整个政势 都已经布好了 就是说到今天 刚进十月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出来了 中美贸易大战 势在必行 而且不知道会打到什么时候 这是全世界的人 共同的判断 那我们要考虑的 就是说 假如这一场大战 永无止境的会打下去的话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刚刚说了 其实是跟着美国走 这是唯一一条名路 不然别无他路 那可是问题是 我们台湾 有两种 等于是说 这个做生意的 这个路径 以前就是说 台湾接单 大陆生产 输到美国 这个三角贸易模式 这个完全都不要去想他了 未来想要赚美国人的钱 你就必须离开中国 想要赚中国大陆的钱 你就好好的去开拓 中国大陆的内需市场 现在就只有这两条路 让我们台商自己做选择 实际上我看我们台商 都已经做 大多数的台商了 都已经做出选择了 也都在布局了 其实我还蛮佩服 这个我们的首富 郭台铭 他两年前就已经看到了 对他已经 在美国投资很多了 投资很多了 而且中国的投资 也没有减少 但是他转到内需了 对对 好 然后这个 就是他也是两条线 把他拆开来 对对对 我更佩服的是 香港的首富 李嘉诚 他竟然在2011 我看15 15 15 15就已经全部收掉了 在中国大陆的生意 全部走 所以说 我觉得人家是首富 真的是 那个眼光都很精准 也不只是首富 他们比政治人物还厉害 是因为他们的 要考虑的那个 都是口袋的钱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 是很明显 只是回来看这个中美贸易大战 其实也一样 全世界还有第二个共识 就是说 中国大陆 中共的未来会很悲观 其实过去 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基辛吉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 如果你控制石油 你就可以控制全世界 所有的国家 如果你控制粮食 你就可以控制全世界 所有的人 所以粮食跟石油 是超级强国的入场卷 没想到今天可以看得到 就是回到这里 没想到就是说 这个古老的话 今天在应验 就是能源 尤其是石油跟粮食的问题 所以刚才 对 主持人有提到 我们习大大是跑到 最近到东北 那么大家关注的是 他讲说 这个有关国营企业 迷宁企业 都是这个 现在政府 他们所重视的等等 其实这个更重要的是 他这个到东北这四天 最主要一个是看粮食的生产 一个是到中石油 这些地方去 那么还讲到说 中国本身要自力更生 所以这两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说 因为大陆现在是一个最大的石油输入国 他的能源大量的依赖 所以他这几年 很多的国际安全的一个思考 都是要确保能源的安全 包括要从这个巴勒斯坦 巴基斯坦这边 一带一路 这都有关系 简单的说一带一路 那我们都知道大陆的粮食 现在基本上 他们曾经也很自豪说 是历草历代第一个 不缺粮 但其实是大家应该说都吃得饱 但吃得饱不表示不缺粮 因为他的粮食也是一个全球分工 大量的杂粮都要从国外进口 2004年 中国大陆就是粮食进口国了 然后一路进口数量 一路攀高 大概他今天五分之一的粮食 是需要进口的 这里面为什么黄豆 就讲大豆 大豆会变成一个 从依赖性那么高 那么一个是因为 现在有非常多的 像南美洲 或者像北美洲的生产的大豆 他那个大面积 这已经不是中国那种小农质 能够批底 成本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部分要考虑的 好 今天时间所限 没有办法继续再谈 但是我想 中美贸易的问题 台湾纷纷绵码都在其中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保持关注 好 非常谢谢董立文教授 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中心为您进行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收听 POP最正点